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的是台中地区的大厨小馆 叶祥中过去是韩碧楼的主厨 拿手的是中餐 港式料理 招牌菜是避风堂大虾 它精准掌控火候 金黄蒜酥覆盖之下 可以看到15公分大草虾 变得外酥内软 数十道菜色都有五星级的水准 但是价格却便宜了一半 五星级菜色评价享受 就位在台中市 长厨的老板叶祥中 过去在韩碧楼担任中餐主厨 如今自己开店 强调饭店菜色只要五折价 像是XO酱牛肉 半年要价三百二十元 在这儿一百二十元就吃得到 可到软嫩入味的红烧豆腐 五星级价两百二十元 这里只要一百元 如此亲民的价格 让涛客愿意天天都报到 那你常常过来吃吗 我几乎每天 真的啦 我们是不是每天来 真的每天来 真的啦 真的啦 因为家里没有厨房 所以每天都来这里吃饭 我觉得比外面一般的九九县草 都好很多 而且它的菜色蛮比较细腻 比较像那个家常菜 有 因为我觉得它菜色就是蛮丰富的 而且很有变化 在中餐界有二十多年资历的夜祥中 最拿手的就是港式六里 招牌的避风堂大虾 四只大虾子 饭店一盘要价四百八十元 这里两百元就能吃得到 因为新鲜虾子是自己去市场采买来压低成本 我是用现金买卖的 再过来我自己直接去采买 没有经过厂商 约师傅说避风堂虾要炸到外层内软 精神就在于火候的控制 刚下去的时候 如果油太热的话 外面浇掉里面还没有熟 就是油超到八十多九十多油温下去 而且来泡一下 泡到里面熟了 再温度提高至一百六 给它熟 顺便把里面的油去掉 在饭店磨练多年的夜翔中 在意的不只是虾肉本身 就连提味的蒜头酥都计较得不得了 坚持一定要自己炸 一般买现成的话 它只有干干的 什么味道都没有 其实看到只是吃蒜头 可是它已经炸 已经炸 已经浓缩 那个汁已经给它浓缩掉了 它剩下一个壳而已 没有蒜头的味道 所以小伙将蒜头的鲜甜度慢慢逼出来 最后让虾子在蒜苏中翻轨一圈 做成了外酥内嫩 喷香迷人的避风骨虾 吃起来就是外酥的内软 它那个虾肉的味道 整个香味的一起 就是香气啊 整个都还有进去到那个虾肉里面 所以一咬下去的时候 就是很多层次的味道 整个都一直跑出来 然后融化在嘴巴里面这样子 厉害的叶师傅 不只做大菜和内行 路边摊常见的串烤 在它手里立刻变得高档 像这串手工墨鱼香肠 光花枝的原料 一公斤就得花上四百元 进口的大花枝 强调的是丰富焦脂和鲜甜美味 和墨鱼囊一起进入搅拌机后 马上变得黑亮 从原料到灌香肠 坚持全都自己来 外面现成的那个墨鱼 我们控管不到啊 人家都放一些粉啊 加一些太白粉啊 地瓜粉啊下去掺杂在一起啊 客人吃的口感不好 味道又不一样啊 琢磨鱼香肠 喜欢创新的他 还研发了培根番茄串烧 点子发想可是从西餐而来 我是想说西餐也是 早餐也是番茄啊 一些水果一起吃啊 我就把它想说啊 用培根跟包番茄一起去串烤 对 吃起来口感酸酸 还有一个烟心的味道 简单的搭配进入烤箱后 经过高温烘烤 串串都散发及香气 尤其是培根番茄口味 大获客人好评 它的培根里面有加了番茄 它的味道酸酸甜甜的 然后非常的大 吃起来的口感 酸中带甜 非常的好吃 又美味博得客人开心 对于叶祥中来说得心应手 不过和客人搬干净 却不是那么容易 因此叶师傅还特地 把厨房改成开放式 更拉近距离 之前是躲在厨房里面 不是要客人的心形色色 现在在外面客人的要求很多 他都要尽量的配合客人 满足客人 以前当主厨时 不仅不用见客 冷气天天吹 现在连这种芝麻小事都得省 以前是很规律 就是上班下班 不用还好薪水 不用还好水电的问题 所以还好水电 洋工的薪水 客人吃的不满不满意 杂费开销能省则省 对于食材的坚持却从未改变 靠着20多年的中厨本领 叶祥中用好手艺征服客人 让您花小钱 就能尝到五星级美味